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称义的神学 或是靠自己的努力称义的神学 这是传统的解读 相反的 加拉太书整封书信的焦点 是要为教会接纳外邦人这一世做辩护 我再重复 相反的 加拉太书整封书信的焦点 是要为教会接纳外邦人这一世做辩护 既神若宣告人成为圣约的会众 人就得以称义了 根据这种新观点 问题的重点就变成 犹太人不能容忍外邦人 而不是明白我们如何得以和神有正确的关系 不是救赎本身的议题 我们要如何得救 而是变成了教会会员资格的问题 哪些人能算是属教会的人 对犹太基督徒而言 割礼仍然意义重大 是他们身为犹太人民族身份的标记或记号 成为基督徒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如果外邦人未受割礼就得到接纳 这会严重损害犹太基督徒这个新群体的定位 假弟兄 加拉太书二章四节 假弟兄也许就是在加拉太扰乱的那群人 有人却偷偷地把他们引进耶路撒冷的私下会议 要让他们听听保罗到底讲什么 而让他们对所听到的感到极度不安 割礼是犹太基督徒的标记 可是外邦基督徒却不需受割礼 就可得到接纳 正式成为圣约的会众 总结而言 保罗在乎的是不是只想向民族主义太强的犹太人指出 外邦人即使没有受割礼 但只要信靠基督 一样也能算是圣约的正式会众 这确实是保罗部分的考量 但是针对坚持犹太传统的基督徒 对救赎本身及其本质的理解 保罗的确也大力加以攻击 这些人对救赎之道的理解出了问题 称义才是保罗最关注的议题 但这些人却不明白这点 这处的重点 不只是谁能算作圣约的会众 靠行为称义的信仰有致命的吸引力 而保罗已在加拉泰察觉到这股力量 他必须扑灭这股力量 您刚听到的内容 是牧者Derek Thomas 汤马斯的著作 Let's study Galatians 字字诸基 细读加拉泰书 愿神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 赐我们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谦卑地来学习神话语背后的生意 并付诸实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